8月10日 由美国中华艺术学会 美国国际书画研究会 美国金鼎书画院 国际联盟书画家协会主办的 洛杉矶83岁牡丹王女画家宋秀珍作品回顾展 在艾尔蒙蒂市盛大举行 蒙特利公元市市议员林达坚 申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 罗省秉公堂主席聂泽英 南加州湖北同乡会会长张明俊 美中经贸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孙伟 美国金鼎基金会主席Dawson 中华书画学会会长郑子婷 南加州写作协会前会长廖茂俊 美国广东联益会会长陈志胜 艺术书画收藏界代表梁正军 张涛宋大勇等一百多人出席了开幕剪彩典礼 洛杉矶著名双语主持人彭南林主持了开幕盛典 展出的近百幅画作以花鸟山水国画居多 每一幅作品都是她热爱生活热爱传统文化的最好诠释 画作中艺术与自然魅力的再现 浓缩与凝聚了她多彩的人生 宋秀珍自幼习画 善血液公笔山水和花鸟 尤其以牡丹梅花墨竹建长 并独树一帜自创双手道化牡丹 被称为华夏一角 宋秀珍的千朵牡丹长画卷 是她为迎接北京奥运会而特别创作的 内容迎合了奥运会人文科技绿色精神和主题 她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 人民大会堂 洛杉矶华美博物馆 台湾故宫博物院和艺术家吴冠忠等收藏 并在2010世界华人艺术家联展中获得一等奖 2011第四届中美名家画展中获金奖 宋秀珍原籍四川 90年代以特殊艺术人才的身份定居美国 受聘于洛杉矶加士德勒小学 中华孔校 圣地亚哥女子中学 历史博物馆等从事绘画艺术教学 目前担任美国国际中国书画研究会会长 在从事艺术教学的同时 她积极参与华人社团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 四川地震发生后 她曾与洛杉矶书画家一起参加募捐活动 并将自己多幅珍藏的作品捐出 也关心中国 也关心美国 也关心台湾 反正这几个地方 只要是有灾情 我的祖政 我的学生 他们一起制作援助的手 为中国建学校 为台湾的八八水灾 就奉献 为美国的风灾 和911事件 我都是给他们做个贡献的了 华夏电视台记者 艾尔蒙提示采访报道